诸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如老人的论语讲迹 雍野篇第28章 只曰 中庸之为德也 胜至以乎 明显久矣 只曰 中庸之为德也 有人说 中庸一书不是子师所作 正贤寄云 名曰 中庸 中和之用野 中中和 孔子之道 不前不后 何乎中道 庸用野 又有一种注解 庸常野 不偏之为中 不义之为庸 孔子的道 不过也不会不急 因为过与无不急 办事太过与不急 都一样 孔子的六经都注重中 孔子是胜之时则也 正在这时候就在这个当中 喜怒哀热之为花 为之中 花儿终结为之和 至中和 天地未焉 万物欲焉 中国的学问都在中和 中医认为人若是六脉平和 就没有病 人会生病 不是阳胜 就是阴胜 现今的一切学问都是过与无不急 不是太过 就是不急 所以现代人若能学中庸 这点就能做人 将来可以往生 佛家说空假中 中道就是不偏空 不偏有 中庸并不是孔子开始讲 而是自尧顺就讲中 所谓顺直其两端 而用其中于民 中国的东西如天平 就是要无过与无不急 不能太超过 也不能不到 圣至以乎 其至以乎 其至以乎 是说中庸的德好到极处了 十分是中庸 十一分就超过 九分则不及 明显久以 明显久以 中庸的德虽然好到极处 但是一般人不依着照拜 已经维持很久了 今日之下 十一柱形等 一切都不中和 都超过他的身份 极必要的程度 这是讲现代 现代人的确都是超过了 这个十一柱形啊 都超过 都没有综合 从前吴家代代为官 而一年所吃的东西 世纪都有一定 也有一定的讲究 但是都没有像吴今日吃的好 焕仲淹 司马光 后来做宰相 有了钱 但是所吃的仍是从前那种旧饭菜 其余的钱留下来 设置一田 半学 大家应当知道 凡事从威而胜 固然可喜 但是从胜去衰就不喜欢了 游碱入色意 游色入碱难 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啊 我们这张书 就学习到此地 祝大家福慧增长 伐喜充满 阿弥陀佛